每年你要派特使来问皇帝的安 来请安 要送一点礼物来 这个送礼就叫进宫 如果距离远的有三年一宫 更遥远的是五年一宫 这都非常厚服人情的 所以这部经典是欧察国王对中国皇帝送礼 礼物里面的一种 它是当做礼品送来的 这个很特别 我们晓得佛经到中国来 不是中国高僧到印度去取经 去求来的 就是印度高僧到中国宏伐带来的 都非常辛苦 而这部件是人家送供品里面来的容易 没受那么多辛苦 这样到中国来的 我们再看底下所文 三百一十二年 然而自古一经 这就刚才说过了 自古一来 梵文经典到中国 在中国翻译 喝三藏池来 印度这些高僧 他们到中国来的时候 他们带来的 喝 亲事引起来 无论朝廷派司机 或者我们中国出家人 自动到印度 去学习 这个例子很多很多 是这么来的 未有如今 比一国帝王 亲共凡文 这个例子 在中国从前没有见过 以后 好像也很少有这个事情 这是人家过往派的 使臣到中国 经供送来的 约十万之印簿 这句是形容路途的遥远 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 要交通工具 水路是船只 陆路是马蹄 要走好几个月才能走到 不是简单的事情 路上 这个危险 比现在要大得太多太多 意外的灾难 常常发生 这相当不容易 欲千日之先祖 这个千日 就是三年 这个行程 实在是我们中国 当年玄奘大使到印度 走了差不多 也将近有两年多的时间 才走到 当然他没到一个地方 他住在那个地方 会住个十几天 住个一两个月 然后再走 这是必要的 否则的话 像现在交通便捷 一道语言 生活习惯 通通都有档案 如果沿途走过去 走一站 休息一两个月 这种障碍就少了 这个言语 风俗习惯 慢慢就熟悉了 这是一路走 一路休息 时间之长 路程的遥远 与比玉尔现我甚至 这个玉尔是现在叫文书 尘的过书 这是那一边的帝王 派的死臣 带着过书到我们这个国家 对我们的皇帝至今进攻 这一段都是叙述的事实 底下这几句是赞叹 这是法师对于朝廷的赞叹 对于过军的赞叹 若非得贺乾坤 道光三国威灵拔极 画恰万方说能有此 光大修裂难死云集在山深中 那么我们今天读这个文 时代不相同的 一时观念都变了 念这个文是不是法师对皇帝过分的巴结了 恭维了 这一点特别值得注意 一个国家要真正能做到长治久安 社会安定繁荣 老百姓能够过到最幸福的日子 没有别的 就在孝敬 我们今天社会懂吗 虽然富有富而不落 原因在哪里呢 静的心没有了 对人对事对物都不静 佛法的教育 恐梦的教育 它叫什么呢 我们仔细去观察 做一个总的归纳 就是两个字 孝敬 佛法建立在这两个字的基础上 儒家教学也建立在这个基础上 大乘佛法的修学 第一个科目 是地藏菩萨本愿经 地藏经称为佛门的孝敬 不能够孝清真思 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 不会有成就的 这是真实的 为什么呢 心不相应 从前 世间的学术 道德仁义 如果没有孝敬 他也不会成就的 所以我们翻开历史 过去的这些神仙 出家在家 在这个道德学问上 有成就的 没有一个不是在孝敬基础上建立的 那什么叫教育 这是教育 学气 聊孝敬 教育就没有了 根都没有了 像个树一样 根没有了 哪有树干树枝树叶了 当然通通通没有了 他的结果 是世间大乱 就乱世了 我们今天身在这个社会 尝到这个果实 就是教育 学气了 孝敬教育 没有人讲的 我们看这段文 这是孝敬的发扬广大 对国家的领袖 国家的援手 能真诚地理尽 这样的人在社会上 他会作乱吗 他会犯上吗 不可能的了 老百姓 实实在在 都是非常善良 非常淳朴 没有人去挑剥 没有人去建立 社会都是安定的 什么人去挑剥 去作乱呢 都是没有孝敬的 所以今天讲 治过平天下 从哪里讲起 要从教育讲起 这是儒家讲得好 理计 学籍里面就讲得很清楚 建国 建国 军民 教学 威胁 建立一个政权 领导全国 老百姓 什么最重要呢 教学最重要 教学教的什么呢 就是孝亲尊师 所以孝敬 做到了极出 究竟圆满出 就是臣佛 为什么呢 等着菩萨 还有一品身相无名媒泡 就是孝道的不圆满 是沉浸又欠缺 所以我们才真正能体会到 整个大乘佛法了 没有别的 就是一个究竟圆满的孝道 私道就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 不孝亲 怎么会尊师 尊师比一定能尊师 尊师比一定能尊师 这才在世间成就学业 成就事业 在佛法里面成就导演 所以这个赞叹是教育的意义 大过恭维 说恭维的时候 可以说没有这个意思 教育的意义 叫天下人 对尊长要增进 要感恩戴德 才能够 维系 学会的安定 社会的繁荣 我们从这方面来观察 那就很有意义了 否则的话 要是从人际上 这个根本就是 恭维的话 而且恭维都过分 但是从教育的观点 它非常的纯正 所以这是必须要晓得的 请先开314名 底下这一段书文 告诉我们的翻译 不简单 必须要具备许多圆满的条件 那么我们看看 现在这外国人要翻译 这个中文的经典 或者是繁文藏文的经典 你看看他有没有这些 音乐 然后才知道中国人佛宝大 否则跟你讲中国人佛大 你不相信啊 然后教流啊 这个教就是佛的教育 流就是流通 流部 现在讲的传播 这个流就是现在的传播的意思 佛教教教育的传播 教学的传播 不是一个缘啊 是要十十多多的条件 才能达到 哪些缘呢 下面就给我们说了 要在实情倒态 正话可行 这是第一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呢 一定要太平盛世 忍心向善 佛法的红船 没有障碍 换一句话说 决定不是乱世啊 乱世要向传播佛法 那是难上之难 不能普遍地流传 第二个条件 是大国中华 皇城风靴 这是说 出所属身 这个出所 看到中华 不要以为是中国 看到皇城 不要以为是帝王的首都 这样看法 就错了 中华 就是佛经里面 常讲的中国 这个中国是简别 它不是偏僻的地方 是这个样子的说法 换一句话说 是文化程度很高的 皇城 皇室大 大都市 是这个意思 文化水准很高 物产资源丰富的大都会 是指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决定不能把这个文字 讲死了 那就错误了 那现在 这个这是民主时代了 这也没有宫殿了 那佛法又能灭积了 没有地方好转了 不是的 我们知道 文化水准很高的大都市 那现在这个世间 这样的大都会 很多 不再少说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样的都会 它能够影响 边缘的地区 你比如这个世界上 这个电影明星 为什么都得要到美国 好兰屋去一趟 他才能成为世界级的 那个地方是他的标准 没有到那里去一趟 你再演绎再高明 人家不承认你是世界级的 你只要到他那个地方去一趟 那算是世界第一流的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世界上是 文化水准高的大都市 你在那个地方 把佛法沾阳开了 人家看着这个佛法是世界性 这个是世界一流水准 大家对于法了 就起了尊重之心 这个大都会里都没有佛法 农村里都有佛法 那是第一阶段 第一阶段 不是高阶段 这道理在此地 所以古时候 这高僧大德 一定要到经司去讲讲经 他就提升了 这是国家一流的法事 这个社会大众对他普遍的尊敬 古今中外 这个一般的思想都是如此 所以读万遍书之后 一定要行万里路 你不行万里路 不行 别人说你也没有见过世面 一定要行万里路 那么第三呢 明王圣地 从众发门 那个柱子里面的第三个叫 君圣 要用现代话来说 必须要得到社会的先打 高阶层领导人的认同 得到他们的提倡 因为他们影响力 号召力很大 他对佛法一赞叹 多少人都相信 都相信 要有这样的人 来护持 第四 辅佐先良 一赞 学研化了 这一句是讲大臣 过往大臣 就是今天讲社会过阶层的领袖人物 今天是民主时代 每一个行业里面的巨子 备受社会大众尊敬的这些领导人 他们的赞助 他们来推动 这个政法的洪传 就非常容易 第五 这条件里面一个都不能缺少 人都聪明 到期可持 这就是广大的群众 广大的群众 一接触佛法 他欢喜 他就能接受 这很重要的条件 否则的话 你讲给他 大家不喜欢听 不能接受 这广众法就没有办法推行 与前面混起了讲 有关系 上心下笑 但是在今天的社会 确实有很大的差异 为什么呢 古时候的人 刚才讲了 他从出生下来 就培养孝敬的观念 一生当中 他都不会违背这个原则 齐心动念 除世代人皆无 不敢离开这个标准太远 纵然可以离开一点 幅度都不大 所以上阶层人提倡 下面人马上就拥护 上行下笑 今天教育跟从前完全不一样 上面提倡 下面未必 遵守 甚至于上面 其他下面把你推翻 你也无可奈何 民族 民族有优点 也有缺点 世间没有十全十美的制度 孙中山先生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 想出一个很好的制度 君主给民族之美 也精而有之 的确很了不起 可惜短命 死了以后 没有人 照着他这个理念去做 他这个构想就是三民主义无权宪法 他有君主的好处 那就是一党专政 他没有想到有几个党进尊的 孙中里没想到这种事情 而是什么呢 以党代替皇室 这就是有君主的优点 因为他君主 他的一家人统治这个国家 我们今天不是一家人 集全国优秀的人才 我们共同来治理这个国家 就成立一个党 党就是从前这个君主的家庭 是用这种思想 所以他没有想到有两个党竞争的 没有 这个就是有君主的长处 集大众集思广义 有民主的优点 是集君主跟民主的优点 这是他的想法 他的想法的确是好 在近代思想家里面 很难得见到有这么一个人 这么一个想法 但是今天谁相信 我听说许多学校 年三民主义 过副思想都不要了 都要把它废弃掉了 孙先生这个学术思想 到将来看看什么人 再能够看出 那对他的确是尊敬佩服 所以我曾经有一次 那是很多年前了 教育部邀请我做一次讲言的时候 那个题目是 是文化复兴于宗教 我在里面就提出 曾中山先生的思想 这个三民主义 就是中国固有文化的现代化 我说过这个话 他这个构想非常之好 可惜我们没有去做 所以这是这个现代 我们要了解现代人 要认识现代的社会 红发不容易 红发既然不容易了 一经流通 那就更不容易了 为什么呢 看这上面十个条件 语言不具足 过去在中国这个时代的时候 是语言俱足 第六个条件 放有圣灵 情运 名为 不但劳苦 传以中华 这个一段呢 简单地讲 就是佛菩萨保佑 三安保加持 龙天拥护 佛菩萨保佑 可以说 无时不在 不管你是 知识还是乱世 不管你是善人 还是恶人 佛菩萨的心是平等 没有不加持 问题在什么地方呢 诸佛菩萨加持 我们究竟能接受到几分 那就看我们的心 与佛菩萨的心 相应不相应 一分相应 对一分感应 两分相应 对两分感应 如果跟佛菩萨心 完全相违背 它的价值 我们一丝毫都得不到 那佛菩萨的心是什么心呢 平等性 平等性 清净性 大慈悲性 如果社会 如果社会 有一部分人 确实 有这样的心肠 这个社会 就得到三宝的价值 就有行住的感应 纵然在现在这个时代 可以避免灾难 纵然有灾难 有尽无险 有尽无险 还可以平安度过 那为什么还有尽呢 因为它不是全体人跟佛心相应 它只有部分人 但是部分人也就很了不起了 那些造物的人 沾他们的光啊 沾光绝对不领情 这个要知道的 绝对不领情 所以我们要知道 这个四世的真相 第七 应善两方 意见全实 这个是讲翻译的人 翻译的人 必须精通两方的语言文字 还要深知两方的文化背景 你才能翻译得出来 否则的话 照字面上去翻译 那决定抽 可见的这个翻译不容易 不仅仅是了解两方面的文字 要知道它的思想 知道它这个历史的背景 文化发展的背景 晓得这个地区 这个民族 他们想的是什么 所思所念 这样才能翻得出来 才能把这个意思表达得出来 所以这是真实的学问 第八 明星高时 启发赞扬 这个第八呢 是参与翻译 提供意见 这些人也要高明的人 前面是将主持翻译的一堂 这个是将旁边来协助的 相当不容易 我们举个前嫌的例子 我们有一篇很短的文 静中学会的缘起 很多同学看到了 不长啊 在美国 我们当时三位同学 在美国都住上二十多年 自己觉得语言文字都很不错了 其中有一位同学 小学在美国念 小学中学大学 那么他的英语 跟外国人已经没有两样了 三个人和起来 翻这篇文章 翻出来了 而且送到台湾 我们都把它印出来 结果在台湾有一个外国人 这个外国人也学佛的 好像是在台大 在台大 读研究所 他把这个拿去一看呢 他说很多错误 他又跟我们翻了一次 翻了之后 里面的时候 几乎全部都盖了 这一篇文章啊 您才晓得这个东西不容易啊 而且我们那个翻译的时候 我还一再告诉这些同学们 你们一说之后 附近这些邻居外国人 先给他们看 请他们提供意见 他们看了之后 讲讲意思对不对 不对的时候 再斟酌再修改 不容易啊 所以这是讲的 一些帮助的人 对于佛法有修养的 翻译中 先送给他们看看 请他们指教 请他们尽量提供意见 哪一个字 哪一句 哪一段 不妥当 提出意见来 我们再研究 再参考 再斟酌 这样才成为一个定本 这多艰难啊 第九 内外习心 第十 勤行坚畏 这两句是总结 内外习心就是专心 一心一意 来做这个工作 这个内 就是负责翻译的 就像义经院 这些同学们 外呢 就是外面 这些学者 名流 请他们指教 请他们 来提供意见 内外一心一意 来成就 这个思念 末后啊 这是将祝福菩萨 护发灰神 给我们也是同心同德 来做这个工作 放令原教 我们看三百一十五面的书 放令原教流通慰问 这样才能够把这个允满的佛陀的教学流通到那个没有佛法的地方 帮助他们 面向西传四度缺略 居士圣士莫胜当朝 这是将非常感慨 想到从前这个翻译之间呢 比不上现在这个唐朝是我们中国最盛的一个时期 人才 财力 设备都远超过从前的遗产 这是对现前这个遗产的赞叹 经此一经 即比四十卷中 第四十一 现在我们读的这一卷经 就是真元年间所已的四十卷 华严经 普贤菩萨行愿品 这四十卷当中最后的一卷 第四十卷 最后的一卷 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地 这正好是一个段落 那么下一次我回来的时候 我们接着就真正讲到本经的经文了 这是把这个翻译简单跟同修们介绍过去 好 我们念发回响 好 我们念发回响 好 我们念发回响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